看似平静的湖面下 藏着一个凶猛的烈食者 水蝎 它形似一片枯叶 形态上和蝎子比较像 但实际上它们和蝎子没有关系 水蝎是半吃木的一种昆虫 头部巨大的敷衍 可以让它们能够在水下获得很好的视野 镰刀状挥舞着的前卒是它们捕猎的工具 腿部的肛毛可以帮助它们 在水下获得游动的动力 通常水蝎会在水面下游动 寻找回事的落脚之处 这片水草是很好的藏身之处 水蝎趴在了上面 细长症状的尾部是它们呼吸的工具 水蝎会把呼吸管伸出水面呼吸 身体躲在水面下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 它们的捕猎对象 真是水里这些游动的鱼 小鱼并没有发现水蝎的存在 而这真是水蝎想要的 它在等待 等待 一个机会 哦 它没有抓住 水蝎的捕猎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 需要多次尝试才能够成功 抓住 水蝎用研刀撞墙有力的前肢 紧紧抓住猎物 小鱼拼命挣扎 但是不济于事 这个时候水蝎就会亮出真正的致命武器 这个针管状细长的嘴 它会刺向猎物体内 注射消化物质 把猎物溶解 在体外完成消化工作 接着吸食溶解货的汤汁 就这样 这位捕猎大师 就完成了他的一次捕猎行动 还是有继续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